OK, now please look at the exercises in lesson 51 好,接下来请来看看我们五十一课的练习 Number 5 I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what the future 好,那么我们说这道题是有关于it做先行主语的用法 在我们这个句话当中it是做先行词 OK,它是先行主语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句子中真正的主语应该是动词不定式 动名词或者是名词性从句 而且it经常做先行词主语时 与形容词、名词或者是动词连用 因此我们发现了a和b 那么在a选项里面呢,我们见到了一个win 它引导的一个时间状语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 这样it并不替代于一个win的连词所替代的这个从句 而且那么b选项它用了一个纯名词 在这里面我们说都不能作为真正的主语 而用于it做先行词的句子当中 它们都是错的 而d选项虽然用了that引导的名词性从句 可以用在it做先行主语的句子当中 做真正的主语 但是我们说在difficult、easy等形容词后面呢 多用戒词for加名词再加to do 动词不定式这一形式 因此我们说c选项是正确答案 i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future 那么这道题呢是有关于could have 表达过去的某种可能性 这样的一个用法 它是一个虚拟语气 那么如果你注意到了could have 它是一个虚拟语气的标志的话呢 那么它后面的编语重句 就应该用过去与将来式的前台中词 would 那么大家只要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正确答案马上就出来了 只有a选项 其他均是错误的 number nine 好 接下来第九题 Baggart what the idea the computers rule the world 原本呢用了一个dismissed 意思是Baggart拒不接受这种观点 认为计算机有一天会统治世界 那么我们只要找一个跟dismissed 同意的表达就可以了 a选项的refuted 是驳斥和否认什么什么的正确性 那么b refused 拒绝 c rejected 回绝 那么d discharged 意思是释放都是错误的 因此a是正确的 number twelve 好 最后请大家来看看十二题 the internet enables us to what instantly with anyone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那么int网呢 使得我们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面的人 都迅速的发生这个联系 进行交流 原文用的是communicate 联系和交流的意思 那么a选项呢 get in touch with 就是与之联系 交流的意思 而b选项contact 它本身虽然有这个含义 但它是急无动词 后面必须直接跟b 就不能再跟with的借词引导的一个借宾短语了 而c选项用了一个send a message 这是传递一个消息 而d呢是convey an idea 表达一种观点 那么我们说他们从这个含义上来讲都是错 我的因子正确答案是a ok now here is the supplementary exercise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补充练习了 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题杆 all the signs what an early resumption of the war 那么我们考察一下四个选项 我们发现都跟point有关 那都是指表明和指出的意思 那么提议呢 是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战斗不久即将开始 那么这个resumption在这里面呢 就是指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一种预示 那么我们在横向的地方呢 只要是填入表明和显示预示这样的词 就都是可以的 是正确的 a选项是point at 意思是指着具体的东西 那么b point意思是指着 而c选项呢 point out是指出和指名的意思 而d选项point to是指向 一般用于距离较远的事物 或者是方向 另外它也可以表明抽象概念 就是表明和显示的意思 因此d point to是正确的 all the signs point to an early resumption of the war 发生了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